被女星们的弟弟圈粉,张欣宇弟弟最帅,赵丽颖弟弟像泰国男星,颜值高的女明星们常常被质疑整容,这时候唯有家族和颖才能救他们,基因的强大性无可厚非,对比女星弟弟们的颜值,你会发现基因也是有差距的。 众所周知,范冰冰的弟弟叫范诚诚,由于姐姐的地位和名气,范诚诚从小就读于国际学校,生活条件优越,当年,弟弟的出生曾被认为是范冰冰的私生子,给冰冰带来了不少麻烦,但是范冰冰和母亲说道,我要给她最好的生活,真羡慕范诚诚有范冰冰这样的好姐姐, 但这世界上就只有一个范冰冰,范冰冰的盛世美颜令人倾倒,范家的基因真的很强大,范冰冰的弟弟也成了帅气的小鲜肉,自带明星气质,说到女星弟弟的颜值,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赵丽颖。 赵丽颖的弟弟很帅,属于那种这次明星范儿的小哥哥,简单赵丽颖和弟弟的合影之后,网友称其弟弟也有萌萌的属性,一看就是自家人,老编认为,赵丽颖的弟弟很像泰国男明星,浓重的眉毛十分抢劲。 还有一个女星的弟弟很像泰国男明星,他是baby的弟弟杨帆,他和姐姐baby一样自带浑血美感,还有一些皮皮的感觉,不得不佩服明星家族的基因。 虽然很多人认为baby正容了,但是老编想说,这基因真的很强大,很少有人知道张新宇的弟弟。 张新宇曾多次劝说弟弟进娱乐圈,但都被弟弟拒绝了,张新宇的弟弟有着超高颜值和完美身材,从外形上说,已经具备了明星素质。 然而,张新宇似乎并没有说动弟弟,但很多网友认为,进娱乐圈的压力太大了,进娱乐圈也可以说成跳火坑,看你最终是化为灰烬,还是凤凰盘叶了, 立足于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更何况是一个独自奋斗的女人,但是当她们成功之后,她们就会努力保护自己的家人,不希望家人受伤,尽可能地给她们更好的生活。 她们虽为天仙般的女神,但也和普通人一样,爱自己所爱的家人和朋友。